哎呀 燕子 这找你一趟呀 可真不容易 师父 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子 咱们村的那个张大爷 不是去世了吗 你看看 他也百岁了 村里的人商量了一下 给他举办一个送葬仪式 咱们家家户户都去点人 哎呀 真不巧 我这两天忙着着急搬家呢 我们家里的人都忙着的 没法去啊 燕子 不是我说你 这搬家的事也不着急 你看这平常呀 村里有个红白喜事的 你也总不参加 你想一想 这家家户户都去人了 只有你家不去 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村长 也不是我说你 这大早上呢 你就跑到我家门口 说要办丧事 这多不吉利啊 是是是 这是我考虑的步骤 你也知道 平常你忙 我这见你一面 也挺难的 知道我忙就对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以后我们全家 都要搬城里了 以后老家的这些破事 你不用跟我说 哎呀 话可不能这样说 你就算搬到城里 这里也是你的老家呀 你现在想一想 这村里的人呀 红白喜事 你都不去参加 假如有一天 你家里呀 办个红事 白事什么的 你说说 这别人会来吗 哎 你怎么说话呢 你这是要咒我呀 我压根呀 就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呀 咱们大家 都是相礼相亲的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应该互相帮忙 你说是不是 假如有一天 你家有什么事 你让村里的人 怎么来帮你啊 我不需要 你们一帮农村人 能帮我什么呀 我有什么 跟你们互帮互助的 我以后 要帮你大城市生活的人 跟你们 还能有什么来往呀 你说这种话 可就不对了 你虽然啊 要搬到大城市里 可是这里是你的老家 你的根是在这里的 你这样说的话 以后你就不回来了 我以后就不打算回来了 燕子 说这种话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别等到时候呀 你再后悔 我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燕子 照你们这么说 这明天张大爷葬礼 你是不会参加了 不参加 谁参加 谁参加 行 我这呀 好心来通知你 你却这样说 我对你们家 也算人之力尽了 至于以后 如果发生什么事呀 希望你别后悔 也别怪我 这大早上呢 就跟我说这 真晦气 呀 崔华氏 小梅姐 你们两个来了 现长 你让我们两个 过来什么事呀 是这样的 咱们村呀 准备发展一下 把这条路呀 修成咱们村的主干道 需要呀 扩展一下 那可真是好事呀 我们肯定赞同 这只要你们能理解就好 这老话说的好 要想付 先修路 如果这条主干道呀 修成以后 肯定会给咱们催 带来不少经济收益呢 村长 你说的对 咱这条路啊 早都该修了 一下雨啊 都是泥 没法走路 是啊 特别是孩子 上学放学的路上 走到这条路上 都不少摔跤呢 你们能这样想呀 真是太好了 不过眼下 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们帮忙解决一下 村长 什么问题 你说 这你们也知道 如果这条路呀 需要扩建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 咱们村的祖坟 这咱们村的祖坟呀 大部分都在这里 到时候需要你们挪一下 这祖坟还得签呀 这还怪麻烦的 这个祖坟呀 必须得签 你们想一下 如果这条路一扩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祖坟 村长 你这样说的话 我没意见 这祖坟呀 说签就签 这也当为村里做贡献了 你那这样想 真是太好了 小梅 你答应的怪快 这签祖坟呀 可麻烦了 对了 村长 我记得 你们家的祖坟 也在这呀 那你们家 是不是也得签呀 婶 你就放心好了 我家的祖坟呀 肯定会签的 我这作为村干部呀 肯定要起带头作用 我家到时候 第一个签 村长 既然你们家要签 我没意见 村长 这没意见 是没意见 只是 这签祖坟 可是大事呀 就是 你看 这我们几个女人 也签不了呀 是 小梅姐 这件事呀 我已经替你们考虑好了 这咱们村呀 是一个大集体 无论有什么事 都是互相帮助的 我已经联系好 咱们村的村民了 到时候呀 大家相互帮忙 一起挪 那真是太好了 村长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呀 没有意见 那我也没意见 那行 这件事呀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过两天 我就安排人 帮你们的忙 行行行 对了 村长 城里那家 好像叫燕子的那家 他们家的祖坟怎么办 他们家呀 他们家的事呀 咱们就别管了 是呀 关他们家干什么呀 他们家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对呀 这当时呀 咱们村儿 无论有什么事 我去他们家 找他们帮忙 他们呀 一个人都不肯出 行 村长 那我们呀 都听你的 行行行 这件事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 要给你们打个招呼 你看看到时候呀 来帮忙的人也不少 你们呀 必须得管别人的饭 村长 你看这话说的 这人家帮我们的忙 这管饭还不是应该的呀 那行 有你们这句话呀 我就放心了 等哪天啊 人员确定下来了 咱们再坐下来 好好说说 行 村长 我们都听你的 那行 我那边啊 还有点事 我先去忙了 你们呀 也先回去吧 天怪热的 好好好 好好 走吧 神儿 你看到时候呀 宝强 小灰小军 他们几个呀 去你家 小梅姐 大帅 好帅 小雨 到时候呀 他们去你家 行 那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 这事就这么定了 行行行 谁呀 这是 我呀 先去拍门 来了 来了 燕子 你怎么回来了 村长 你在家呢 我找你有事 燕子 你这今天 怎么突然回来了 村长 咱们村签祖坟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呀 这有什么好通知的呀 我们呀 是农村人 跟你 说不上话 是啊 哪像你呀 高高在上的城里人 回我们农镜干什么呀 对 这农村的地和空气啊 都不好 比不上你们城里 你们俩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 我家在这 我想回就回 我看你俩 就是典型的农村婆婆 我问你们了吗 瞎干什么嘴 说谁又最恐怖呢 这又不是你家 回你家说 我们管不着 我来的是村长家 你们管得着吗 我想来就来 一看你们两个 就是没宿舍的人 我懒得跟你们废话 你说谁呢 说谁是宿舍的 说你呢 说谁呢 行了 行了 你们呀 别吵了 燕子 你今天过来找我 是不是想商量一下村祖坟的事 是啊村长 这村祖坟的事呀 村里面确实帮不上你什么忙 村长 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这我老公出国了 我一个女人在家 千祖坟那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完成呀 你一个女人 爱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想起找我们帮忙了 这村里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来了吗 就是 村长 就找到你们家去了 你们说 你这城里人 我们不回来了 你过来干什么呀 是啊 这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我呸 你们两个婆婆 说谁呢 你 说谁干什么 停 停 哎呀 停停 住手 你们呀 就坐下 哎呀 坐下 你说说你们这样 成何体统 像什么样子 村长 这事呀 你不能怪我们 都怪他 怎么能怪我呢 要怪 只能怪这两个农村婆婆 说谁婆婆呢 在村里啊 快去呢 哎呀 好了 住手你们 燕子 行 你这呀 张口农村人 闭口农村人 这我们呀 都是农村人 你是城里人 行了吧 村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 我来找你办点事 他们两个 就在旁边 叽叽歪歪的 村长 你放心 我找村里的人 帮忙不白帮 这来一个人 我出一千 这他愿意出一千块钱 你们愿意去吗 不去 我们家 虽然是农村的 看不到那一千块钱 这我也不去 他的钱 我不稀罕 燕子 你看 这不是我不帮你找人 而是他们呀 都不愿意去 这你平常 在咱们村里 是什么样的为人 你自己心里 应该也清楚 就算我去找其他人呀 他们也肯定不会去的 村长 这样 只要你能帮我找一个人 我再加两千 给他们三千 三千 我告诉你 你就给三万 我们也不去 以后 你们家的事呀 我们是坚决不参合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你呀 有本事 自己挪走坟呀 燕子 这他们说的话 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这我在很早之前呀 就劝过你 这咱们村呀 是一个大集体 可是你呢 偏不听 村里呀 无论有什么事 你都不去参加 现在倒好 你需要帮忙了 回来求到他们了 你不觉得 这样太迟了吗 村长 我知道错了 以前啊 是我做的不对 可是 我不是都加钱了 实在不行 我再多加两千 你到现在 还没有明白吗 这压根呀 就不是钱的事 我上一次 去找你的时候 就劝过你 你偏不听 现在后悔 你不觉得 太晚了吗 这事情呀 已经成定局了 行了燕子 这我们呀 还有点事要商量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先走吧 就是 别在这打扰我们 无关人员 赶紧离开吧 哟 还有脸 坐在这 要是我 我早就走了 哼 你看看 都这个样了 还那么运气 行了行了 咱们呀 别说他了 这人员呀 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把饭 给人家做好 让他们呀 吃好喝好 秦长 这个你放心 我保证 不让他们饿着 那行 你们呀 得先回家准备准备 我现在 就去通知他们 好 走